你不是说他只是一个小赔丸吗 你就当小赔丸打啊 是我叫你来打比赛啊 我们想到月姐会找厉害的人 但是万万没想到 他竟然能够把全网62杀那个男人云顶找来了 起初我们都还好奇 为什么云顶会同意他的邀请呢 七木川和兰博的关系那么好 他怎么会答应月姐去打七木川呢 现在终于真相大白了 原来云顶是被月姐刷家年华骗过来的 他谎称七木川只是一个小赔丸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所以他才会同意月姐的请求 但打完第一把 听到月姐喊米丽姐的名字 云顶这才意识到自己昨晚的对手 竟然是七木川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吗 这样云顶如何是好呢 米丽 你们在干嘛呢米丽 还不打人啊 找人了 谁 这个奥是米丽吗 对啊 啊 那是吗 我是 那这个三奥是不是班长 怎么了吗 我是小领啊 是啊 怎么了 啊 你不是说对妹子的一个小飞玩吗 云顶此话一出 我们就知道他对昨晚的具体情况其实并不了解 他只是被月姐骗来做打手了 而他第一局就稳定发挥和七木川相差几乎80个人头 这让七木川的压力倍增 六天的比赛 他本来打算三天就提前结束和月姐从此分到扬镳的 但却没想到月姐既然能够把云顶找来 而第二局云顶又以14杀大比分领先七木川 如果继续这么打下去 最后谁输谁赢还真的不一定 这也给了月姐嚣张的资本 而也正是因为他的嚣张 才让云顶碰巧知道了自己背骗的事实 月姐却觉得这并没有什么 不管他们认不认识 他是自己找来打七木川的 所以按道理来说 他正常打就可以了 但云顶绝不这么想 能救吗 我们来了 说了不要把路走载的知道没有 事后 别把路走载的 这是突然干什么啊 什么意思啊小鸭 你不是说他只是一个小飞玩吗 你就当小飞玩打啊 是我叫你来打比赛啊 不是月姐你还讲我们认识的人啊 我看你们认不认识 那这不好搞的呀 这有什么不好搞的啊 对面是我朋友 这么严肃的比赛 月姐为了能够赢七木川 他不惜去云顶的直播间 刷几千块钱的礼物 来请云顶出山 而为了让云顶答应自己的邀请 他谎称他们的对手 只是一个小飞玩 所以这也是云顶 为什么刚开始进队伍 就帮月姐叫嚣的原因 现在知道了对手是七木川后 他一反常态的 还会及时出手帮他们 一边是出钱请自己的老板 一边又是和自己关系 非常好的朋友 云顶现在也很是为难 打赢了对七木川不好 打输了又辜负了老板 对他的期望 云顶表示自己 如果事先知道 对手是七木川的话 他怎么都不会答应呢 现在场面有点尴尬 那这不好打了呀老板 你正常打你的 你这样子不行 我刚才出的已经出了 那你应该也没说呀 打过 你也没说这个是谁呀 你不要这样子啊 这不是 少不了我的东西啊 你给我好好打啊 现在已经不是钱的事情了 月姐故意欺骗云顶 还让他把名字改成小鸭 为的就是让他们互相不认出来 但最后却没想到 因为他的一句米粒成功 暴露了大狗 而大狗也多次暗示云顶 不要把路走窄了 相信大家也都能听明白 比技术 七木川确实不如云顶 所以他只能依靠 人情事故来敲打他了 而云顶现在也很是为难了 七木川意外淘汰 月姐也一改之前的态度 强烈要求云顶好好打 我不管什么 是不是你朋友 是不是你说了 我随便找人的 那我就随便找了 我肯定是要找 那你找一条 干嘛呀 你找他师傅 他厉害呀 我都觉得他厉害呀 你说了呀 我都说了 找兰博啊 找什么人来的 云顶虽然很为难 但他还是很认真的 帮月姐继续淘汰敌人 而此时的兰博 也来到了大狗的直播间 他也是看热闹不闲时大的 让云顶好好打 而大狗也不是玩不起的那种人 他也不想因为他和兰博的关系 为难云顶 所以也叮嘱云顶不要放水 正常打就好了 毕竟比赛有好几天 大不了昨天输了 今天再赢回来就好了 之前他和其他的陪玩一起 打赏金赛 都是把他们吊着打 没有丝毫的拉持他 而有了云顶这个对手 他的压力满满 大家自然也看得非常激动 这才是真正的高手对决 尽管他们已经达成协议 要正常打了 月姐还是不放心的 继续压力云顶 因为我不打了 没有这回事的 答应我打的 我问你 我已经在这边 我就问你了 我实际点打不打 你说行 所以你就给我打完 有事有终 你家还有逼迫人家呢 好好打啊 走吧 加油啊 我尽量 你又尽量了 走吧 把之前不是这样说的 说一定给我拿下的 我万万没想到 压力赔完的这种行为 既然有一天 会发生在月姐身上 林丁已经答应要尽力而为了 但月姐却一直依依不饶胆 要她必须拿下 第一把能够轻松拿下 那么这一把照样也可以 而青木川为了不让云顶为难 她也在努力地淘汰敌人 也不知道是云顶和月姐的运气不太好 没碰到敌人 还是云顶的心态发生了变化 当他们进入决赛圈的时候 云顶还没有翻倍 而大狗已经27杀了 只要大狗能够拿到最后一个 世纪的关键人头 那么她就可以和云顶缩小差距 妈妈快点 他没有起 我也是第一次见马 快点了妈妈 你在干什么 我在打个天 打下 你不骑马 你怎么挡 请问 刚才那个马没有了呀老板 我去 你没看到她没有 不是马夺能被你骑没有 你说你一直在逛街吗 这不是 青木川一局翻四倍 成功将比分反超 月姐再次破防 云顶也很是无奈 自己明明已经尽力了 而月姐却全程都在压力她 因为我们没有云顶的视角 所以也并不知道她到底有没有放水 但是我们能够知道的是 青木川这局的确尽力了 她很努力地在缩小人头差距 而在第四局的决赛圈 青木川再次惨遭老六制裁 在云顶和月姐都淘汰的情况下 她完全是有机会 依靠自己的实力 再次将人头差距拉大的 但事情总是那么不如人所愿 但好在云顶提前淘汰 这才导致青木川虽然没能吃鸡 但也没有被他们反超 而这最后一把也直观重要 只要云顶能够再向第一局 二三十杀翻倍 再加上吃鸡最后一个人头的翻倍 他们还是有机会 能够再次反超青木川他们的 而后面几把也许有云顶的人情事故 也许有她的心态不好 也许有青木川的手感火热 导致她后面几局都没有拿到很好的成绩 此时的月姐又开始着急了 她甚至已经直接给云顶下命令了 包马下了 多一百个头呢 拿下了就有了 哦 你必须这把二十杀 你必须把最后头拿下 什么都是必须 你老实压力人家 人家玩啥 你不要叫 你不压力她 她早就包杀了 知道吗 你一直压力她的肯定倒不好 如果是正常的给云顶加油 也许云顶还会认真地打 但月姐却一直压力她 影响她的心态 这给谁谁都不想继续打下去了 云顶本来想硬着头皮帮她打完昨晚的比赛 今天就让她再换人 奈何月姐也是柴上她了 她强烈要求云顶必须跟她打完这几天 而云顶也很是无奈 既然摆脱不了 那就只能好好发挥让她闭嘴了 这最后一局比赛至关重要 青木川觉得她现在领先一百个人头 已经是在必得了 但她殊不知 云顶的潜力也是无限的 当她才达到十二杀的时候 云顶就已经成功翻倍了 这个压迫感立马就上来了 他们也开始加快节奏继续找敌人 尤其是这最后一个敌人 完了她翻倍了 OK OK 我们回去我们回去 我们回去 云顶果然还是有实力的 她难道是在故意制造悬念吗 现在他们之间相差一百多个人头 但凡她能够将人头翻四倍 那么最后的结局就真的不一定了 此时的青木川也开始慌了 她又忍不住开始了碎碎念 似曾相识的画面又再次出现了 这次她能够把握住这最后的机会吗 这么大约就跟最后的机会 兄弟 最后一个人 我不知道你在 但我怎么在看着啊 如果你再听我说一句 你把最后一个给我 我给你转两百 真的 在不在地面 在不在 你在不在啊 说话 谢谢小鸟 拜拜 完了完了 没办法呀 我看到谁都啊 真的肯定是我们的啊 月姐还一脸骄傲的觉得他们的人头多 以为他们赢完 但是经过青木川的一番计算 他们才发现 青木川小幸赢了他们两个人头 这么紧张刺激的比赛 最后竟然以两个人头险胜 我们是该说青木川幸运吗 还是该说云顶在故意空分吗 大大连月姐自己都没有想到 她会以两个人头输给青木川 我们286 你们284 拿下 我尽力了 我尽力了 我真尽力了 我知道你真 他们再多打一个 我们都输了 云顶在人情世故这方面也是拿捏得死死的 她既没有让月姐输得很难看 也没有让青木川和自己拉开很大差距 昨晚的比赛圆满结束 月姐虽然很生气 但却没有办法 谁让她最开始对云顶不诚实呢 今晚云顶是否还会继续和青木川对战 我们大家一起拭目以待